最近两天,嚣张跋扈的缅北电诈集团中的四大家族明家,在中国发布通缉令后,迅速走向了灭亡。 明家满门,可以说除了瘫痪的,几乎一户口本都被缅甸政府逮捕。 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爱观历史。 缅北四大家族盘更多年,其根基之深,能量之大很难想象。 因此,在我国通缉令发布后的几天内,就取得了明家覆灭的消息,震撼了周边一众国家。 其中,泰国就有一部分公民,关注到了这件事,并恳求我国伸出援助之手。 原来,泰国也有一些民众,被电诈集团忽悠到了缅北。 这些人起初以为这是人生的机遇,最终却深陷淋雨,生死不知。 在得到中方通缉令下达几天,就让明家覆灭的消息后,这些泰国家属坐不住了。 恳求信不是很长,但却透露出了三个关键信息。 第一,这些被哄骗到缅北的泰国年轻人,人数大概有200多人。 第二,这些泰国年轻人,已经被送往了军营,并且是在一个多月前就送过去了。 第三,缅甸即将发生战争,这些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被卷入其中。 同盟军的装备,到底来自哪里? 缅北战事发生以后,尤其是中方通缉令颁布后的明家覆灭,让我国互联网上,顿时兴起很多段子,什么树上长出无人机啦,什么地里长子弹啦,还有走路捡到我们的工业垃圾啦,这种说法很多很多。 背后的含义就是,同盟军得到了我们的帮助,但实际上,这些其实都是网友们的段子,仔细思考一下就知道。 我们是不可能对他们提供帮助的。 反电炸战争的结局 这场反电炸战争的结局是中国实力的彰显。 还是战略博弈的巧合,在果敢同盟军的战火中,明家的覆灭成为了战略格局的重要一步。 同盟军的行动加速了四大家族的瓦解,为中国解决电炸问题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。 然而,中国并未直接支持同盟军的战斗,而是以呼吁各方停火,保护中国公民的安全为主。 明学昌的死,既是明家罪责的惩罚,也是中国实力的体现。 无论是那些只相信段子的人,还是那些深陷局势的人,他们应该认清反电炸战争的本质,中国决心清除诈骗团伙,保护公民利益。 这场战争的结局只是一个开始,中国还需要继续努力。 中国反电炸战争的背后故事引人深思,同盟军的背后力量,明家的覆灭,泰国公民的求助,这一切都反映出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与实力。 然而,战争并不仅仅是遥远的故事,它关系到每个人的权益和安全,我们应该认识到反电炸战争的重要性。 支持中国在打击电炸犯罪上的努力,从果敢同盟军到明家的覆灭,这场战争还远未结束。 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,中国终将化解这一问题,让每个人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生活中摆脱电炸的困扰。 让我们以这场战争为契机,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和公正的社会。 缅甸跟缅北有什么区别? 缅北和缅甸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,缅甸是指缅甸联邦共和国,而缅北则是指缅甸北部地区,包括克钦邦、克耶邦、普甘邦、善邦、克伦邦等地。 这些地区地势崎区,气候多变,是缅甸最贫困的地区之一。 缅北的经济主要依靠农业和林业,其中以水稻、玉米、柴叶和木材最为出名。 此外,缅甸和缅北在文化、历史和民族构成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。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、多宗教的国家,主要民族包括缅族、克伦族、胆族、克耶族等,而缅北则是一个以胆族为主的地区,胆族是缅北最大的民族,占据了该地区的大部分地区。 其次,缅北地区处于一个三不管的地带,也就是说,这里处于三国交界处,三国政府都对此地没有直接的管辖权,让这里成了罪犯的天堂。 很多罪犯会前往缅北地区进行犯罪活动,这也是让人感到胆寒的原因之一。 此外,缅北地区也存在毒品贩卖等问题,由于地理位置特殊。 缅北地区成为了毒品贩卖的重要通道之一,很多毒品都会从缅北地区经过,这也是让人感到胆寒的原因之一。 最后,缅北地区还存在一些自然环境恶劣的情况,例如,当地的气候条件恶劣,冬季寒冷,夏季炎热,生活条件非常艰苦,这些因素都让人对缅北地区感到胆寒。 缅北电信诈骗猖獗, 缅南却很少。 经济水平,缅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,许多人缺乏经济来源,因此,电信诈骗成为了一种赚钱的方式,而缅南地区的经济相对较为发达。 人们的选择更多电信诈骗的吸引力相对较小。 政治环境,缅北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复杂,存在着许多武装组织和地方势力,打击电信诈骗需要跨国合作,而缅甸政府对这些组织的控制力度较弱,难以有效地打击电信诈骗。 族群归属,缅北地区主要是国杆族,也就是汉族。 汉语是官方语言降低了诈骗分子一国交流障碍,提供了合适的文化圈子。 尽管缅南地区的电信诈骗相对较少,但人们仍需要保持警惕,避免成为电信诈骗的受害者。 缅南的妙瓦底也是一个著名的电诈制度,缅南的妙瓦底也是一个著名的电诈制度,妙瓦底位于缅甸南部,离中国边境有一千多公里,地理位置离大海很近,在缅甸跟泰国的边境上面,这个地方对于中国来说真是边长莫及,难以施加影响力。 妙瓦底的电诈问题远远超过缅北电诈,如果缅北被收拾了,而妙瓦底还存在,那么缅北肯定会死灰复燃,因此,这次必须一鼓作气荡平妙瓦底,彻底将电诈从缅甸抹去。 为了解决缅南的电诈问题,中国警方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。 首先,需要加强对妙瓦底的情报收集和监控,掌握电诈集团的动态和活动规律。 其次,需要采取更加果断的行动,打击电诈集团的骨干成员和重要人物,切断其资金来源和人员支持。 最后,需要加强与缅甸和泰国等国家的合作,共同打击跨国电诈犯罪活动。 缅南的妙瓦底是电诈问题的重要区域,中国是否能够打击妙瓦底呢?答案是肯定的。 中国现在实际上已经抓住了缅甸电诈事业的一个软肋,这个软肋就是当地军阀的形成,缅北和妙瓦底的情况极其相似。 都是由叛军演变而来的军阀控制当地,这些军阀都有自己的仇敌,就是当年被判的那伙人,这些仇敌现在都在原始森林里面打游击。 如果中国能够如法炮制,在妙瓦底扶持克伦族的其他敌对势力,让他们壮大并进攻克伦边防军甚至缅甸军政府,那么不仅可以消灭妙瓦底的电诈问题,甚至可能连当地军阀都会被消灭。 而且,缅甸军政府现在面临着巨大的麻烦,缅北的战事已经让缅甸军政府感到压力山大,更激烈的战斗正在缅甸跟印度交界的西北部发生。 亲邦的独立武装已经夺取了九个城镇,占领了150多个军事据点,位于的缅甸边境的一个城镇,最近被亲邦的独立武装攻克了,当地驻守了一个营的缅甸军政府的军队,全部投降了,然后他们发表的公告,就是要直接就是要推翻缅甸军政府。 所以,这才是让缅甸军政府现在最害怕的一点,他现在就想尽量把果敢的战事尽量平息了,然后腾出手来对付这一边。 缅甸电信诈骗为啥不骗本地人?缅甸本地的老百姓收入很低,他们大多数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。 诈骗分子即使把他们骗去,也没有油水可炸。 在缅甸北部,每户家庭都要出一个人去当兵,这是强制的。 当地政府实际上就是被军阀管控,而不是被当地政府管控,其实就是国中之国,到处帮派林立,军阀割据,要是骗了本地人,难免会引起村与村之间的混战,这样不能有效地维护地方的稳定。 所以他们是从来不骗本地人的。 在缅甸园区,大多数居住的都是华人,他们很多大佬都是从内地过去的,他们更了解华人情况,也能通过各种渠道买到华人的各种信息。 所以他们对华人的了解胜过本地人。 同胞骗同胞,更容易得手一些。 当地园区老板都得依靠当地军阀大佬的保护和庇佑。 大家都知道,缅北地区打工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到一千元,而园区的老板每年给军阀上交的保护费就高达一千多万,甚至更多。 他们也不敢骗本地人,怕得罪军阀,断了财路不说,还有可能性命不保,所以得不偿失。 少年 我将在哪里不献容易得到这種人月。 损责工